0.1 一个感情犯难的人,往往容易依情别恋,一个感情专一的人,一般都比较忠诚,一个绝情的人,看似无情,实则一般都感情专一, 0.1 李翔是个离了婚的男人,但是他告诉我们,真正的好女人,肯定是绝情的,李翔之所以这么说,是因为他的经历,那么他经历了怎样的婚姻呢? 我们来一起听下他的故事,李翔是个普通家庭出身,普通经济条件的男人,他和前妻相识于十年前,前妻当时是个非常热心,又比较多情的女人,当时是她的前妻看上了她,每天给她做好吃的,又想方设法各种的去拉她逛街,约会。 最后在一次喝酒后,两人走到了一起,李翔是个负责任的男人,再说前妻对她也不错,就和她结了婚,零二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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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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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明镜与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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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